李小龙当然是也是 他是真功夫的 你觉得他 绝对真的有那种实战的经验 而且后来他是非常一个出色的武术 被问和李小龙打架谁更厉害 李连杰的回答 堪称宗师级回答 李连杰和李小龙都是国内的功夫巨星 两个人都是从小就学习武术 李连杰拿到过多次武术冠军 而李小龙则学习了很多中武术学派 自创节权岛 被称为中国的武术宗师 李连杰曾经做客张飞的综艺节目 张飞和费雨清开始使唤 问李连杰 李小龙功夫有这么什么 你和他对打的话谁厉害 这个问题一下就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 是一个非常不好回答的问题 李连杰思考了一下 称李小龙对中国功夫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 他的武术准确来讲是一个杂家 脚法用了空手道的脚法 拳就是永春拳 他的步伐有点像是跳舞一样 李连杰称李小龙是集合了各家所长 并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武术 例如李小龙使用的双截棍 其实是菲律宾的武器 中国武术用的是三截棍 李连杰最后用了一个词来总结李小龙 那就是出色的武术家 看来李连杰对李小龙真的研究的非常透彻 只有像李连杰这样的武术宗师 有人会说 李小龙作为一代功夫电影巨星 是后继有人的 比如成龙李连杰真子丹都是 而实际上后者们所能代表的多 只能是自我风格的电影 不是李小龙式的功夫电影 成龙早期有刻意模仿李小龙的意思 但是反响很一般 票房也不尽如人意 直到在罪权等电影中 尝试将喜剧表演融入动作之中 终于闯出了自己的风格 与成龙相比 李连杰无论是形象气质还是动作表演 均在成龙之上 但李连杰所能代表的 也只能是自我风格的动作电影 既不是李小龙的传承 也不是李小龙的延续 李连杰那得天夺候的条件 使他在各种动作电影里都能游刃有余 袁和平盛赞李连杰 就是一部行走着的功夫电影 只要导演能想到的动作 都能做得出来 而且做得特别出色 令在场导演都目瞪口呆 这也是李连杰的成功之路 比成龙等人更加顺畅的原因 一个得天夺候的动作演员 不成功是偶然 成功反而是必然的 1963年 李连杰出生于北京一个上班族家庭 一家六人 李家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家族 再加上李连杰这一出 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谋生 李的父亲每天都要早出晚归 直到1965年的冬天 他才因为过度劳累而倒下 所以李家的兄弟姐妹都要早熟悉 出去打工挣钱养家活口 李连杰是家中最小的一个 妈妈决定让他好好学习 1971年 李连杰才八岁 正就读于北京厂桥小学 北京武协常务副会长吴斌 在一次体育培训中 一眼就看上了这个五官清秀的小伙子 我走上前去 摸了摸小杰的头 问他愿不愿意学我 我带着他去了时差还体笑 这是李连杰第一次接触到武术的场景 吴斌跟家里商量了一下 就把李连杰送到了北京时差海体校 开始学习李连杰的武艺 李连杰倒是不负众望 不负吴斌所望 每天的训练下来 李连杰可不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 以扎马步就哭 虽然出身贫寒 但在艰苦的训练中 他表现出了坚强的一面 从那以后 每年的奥运会 亚运会上 李连杰都会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天才一样 拿到很多的奖项 原本他已经打定主意 要走武道这条路了 可惜出了点意外 1979年 年仅16岁的李连杰 就已经是北京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却在一次练武中受了重伤 被迫退役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邀请过他了 年少有为 李连杰第一次深刻体会到 什么叫光阴四剑 什么叫光阴四剑 好在 这件事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198年 张欣妍带住少林寺曲剑李连杰 后者在家中一年多的时间里 一直漫漫不乐 眼见着又有了机会 李连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张欣妍的请求 输热后 他坐上了火车 朝着松山而去 1982年 张欣妍拍了一部长达两年之久的电影《少林寺》 在那个时代 电影并不是什么稀罕式 但是李连杰却凭借着这一部电影 创造了16100万的票房记录 每一张票都只有一块钱 同一年 这部电影在香港首映 票房收入达1616万港元 创下了香港无打电影的票房记录 1983年 20岁的李连杰 凭借《少林小子》一跑而红 从此进入了香港电影圈 自此 李连杰在香港电影也有14年的时间 几乎一年要拍两部以上的电影 李连杰的武学造诣 再加上当时流行的武术题材 在香港被称为功夫皇帝 那时候的你 随便找个路人一问 就知道他的名字叫李连杰 然而 好景不长 李连杰拍了十多年的功夫 毫发无伤 却没能逃过任何一个功夫明星的命运 1997年 电影《黄飞红之西域雄狮》中 李连杰因钢架坠落意外受伤 在拍摄的过程中 应该是片场的钢架上的螺丝钉松动了 结果哗得一下 把我的腿给砸到了 那时候 李连杰34岁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足 在这之前 李连杰一直以武侠电影为己任 红阳武侠精神为己任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总觉得自己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看着女儿哭着坐在床边的李连杰 这位功夫皇帝久久地思索着 为了家人 他只能放弃这个梦想了 在1998年 袁和平发现了刚刚从伤病中康复的李连杰 香港导演在李连杰的家里 与李连杰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迫于元老的软膜硬炮 他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好吧 那我就去好莱坞试试 如果不行 我会回来的 1998年 因袁和平和华高维斯基兄弟的建议 李连杰街拍致命574 这也是李连杰第一次出演好莱坞大片 李连杰饰演的黑帮头目顾化新 在第八届NTV电影奖中 荣获最佳反派奖提名 使他的演艺生涯一举成名 而当初将秦关带进这个圈子的张欣妍导演 更是给李连杰打了个电话 夸奖秦关将中国武术推广到了世界各地 成为了李小龙的接班人 李连杰苦笑一生 和陈小北含暄了几句 这才挂断了电话 在香港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十多年 他甚至要在美国弘扬武术精神是何等的困难 2000年 他与女友立志生下第一个孩子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 这意味着李连杰要承担更多的赡养费 因为他已经离婚了两次 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对于李连杰来说 这已经不是他在香港拍的那些武打电影了 而是他在好莱坞拿到了不菲的薪水 从此以后 李连杰再也不敢以功夫皇帝自居了 这一刻 他只是一个父亲 一个父亲 为了自己的家人 为了自己的孩子 在外面打拼 200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那时李连杰42岁 他在好莱坞已经度过了七个年头 早在两年前 李连杰就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点什么 而现在 也是时候了 那一年 他邀请于仁泰导演 将自己构思很久的霍原甲拍成电影 于仁泰 这位香港著名的导演 曾经对媒体说过 我不接烂片 而这一次 于仁泰确实一口就答应了李连杰的要求 虽然他根本就没有看过剧本 2006年 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原甲首映 并于2007年 在第26节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得七项提名 40岁 是一个分水脸 从小到大 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武术 一直到了42岁 我才想起来 我想再拍一部霍原甲 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学武术 在央视的一次采访中 李连杰说 我用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来回答霍原甲 这或许就是对武术精神的回答 这是一部真正体现中国人民的文化 和修养的电视剧 而现在 李连杰的梦想 已经在霍原甲中实现了 这是他的梦想 到了这个时候 他才能真正的抛开心中的幻想 做一个只为自己谋生的普通人 2007年 他出演了木乃伊三 龙底之木 该片由罗伯科恩指导 该片由他指导 这次 李连杰不再扮演武林高手 而是在剧中 只演了十多分钟的小角色 这部电影一上一页 就有不少人对李连杰进行了批评 说他是功夫皇帝 现在却接了这么一部烂剧 而李连杰的片酬 也就是一千五百万美元 也就是一亿两千万美元 到了2007年 由李连杰主演的新片 《投名状》正式公演 陈可欣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 请他李连杰出嫁一亿港币 这还是友情价格 导演的这番话 让李连杰天价片丑一事 受到了不少媒体的抨击 不过 李连杰很快就以其精湛的演技 对此做出了回应 2008年的香港金像奖 台湾金马奖 都是投名状的独角戏 同年 李连杰还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影帝 李连杰用自己的演技 向所有人证明了 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也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演员的努力是应该得到回报的 2007年 李连杰创办了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 宜基金 影片人戴亮在当时写过一篇文章称 功夫皇帝依然功成身腿 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江湖